好了 鄉親啊 這個疫情慢慢的比較穩定 有這個人力銀行 上高月開出的六十萬的工廠 是最近五年來開最多開的一次 另外有上新的調查 全台灣有高達六十四點五百的上班族 想要全行換頭路 說有八成換頭路的民眾 希望製作可以加薪水五千塊 不過人力銀行的總經理來提出 想要換頭路也要看自己是不是有夠轉業 他來建議說 讓自己六股的時間 如果做現在的工作 要怎麼找新的出路 這樣比較討論 二九歲Amy做五年的國際航空空 控制官 去年發展決心 要試討論 擔心自己走路走到一半會昏倒 我們最忙碌的時間是半夜 有最多航班起飛跟降落 離這個後Amy去不住 但工作旅遊不符合其他 大家可能會轉眼 沒什麼發揮空間 我們最後繼續找新的討論 依照人民銀行最新的調查發言說 全台灣五百二十四點五的上班族 人家說做不到討論 最主要原因就是薪水太少 身心的壓力太大 不合國人的興趣 專業都比較低 市長都要超時加班頂頂 超過了八成的人都願意跳槽 而且透過跳槽 他們平均期待的薪資 都希望能夠比現有的薪資 再增加五千兩百多塊錢 不過想要加薪 本身也要有工夫 不就專業的民眾都說 現在才開始 上政府補助的三學合作班 感覺有卻不符合 我希望就是有更多的 就是實習的經驗 賺少年要多有工夫 這樣才找到頭路 人的銀行也建議專業的民眾 譬如是要用力量設定開啟 不可以和這個工作就有用 無敵客會有其他意想不夠的 理想頭路主動找一問